我刚刚 我刚刚才看到 朱丽静的消息 就在刚刚 就在刚刚那一刻 我们都会觉得 这种健康的日子 美好的时刻 是会永永远远的 但其实并不会 朱丽静矮是表姐唐启昂直播大泪崩 知有露露悲痛 不知如何面对 我刚刚 我刚刚才看到 朱丽静的消息 就在刚刚 就在刚刚那一刻 各位知道她是我的表妹吧 朱丽静三号因乳癌病逝 享年四十岁 去年唐启昂才在脸书 提及两人是表姐妹的亲戚关系 过世四号开直播 谈到表妹mew过世非常不舍 她是射手座 我常说射手座就是一个 把欢乐带给别人 背上留给自己的心座 我们有很礼貌的 互相祝福 互相询问 她又来上我节目 她也祝福我 说姐姐你得了金钟奖 恭喜你 这样 我生日她也给我祝福 她还年轻 所以我就觉得 一定可以对抗病魔 没有想到今天就看到 她过世的消息了 刚刚看到这个新闻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还是要把情绪 hold住 然后先跟大家好好地聊天 我们一起祝福mew一路好走 她是七月三号离开 就是昨天离开的 嗯 我就会有点后悔 为什么没有 没有 这种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就是 应该要知道她笑脸的背后有很多的担心跟害怕 只是她没有说出来 我相信有蛮多人在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 她反而会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外面的关心 然后就会想躲起来 就会想要让你安心 然后我们很健康的人 我们就会忘记去关心他们了 尤其这种特别礼貌的 你反而没有关心到她 所以以后 那我现在知道我要关心谁了 有时间就都关心身边的人 生命如此短暂 珍惜每一天 我们都会觉得这种健康的日子 开开心心的日子 得奖的时刻 美好的时刻 是会永永远远的 但其实并不会 不可能 不会 不可能 并不会 所以 我们就是要珍惜每一个当下 如果还很开心 要好好地享受那个开心 要把那一刻深深地印在你的脑海里 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 当下能做的 好不好 如果还有时间 赶快把未聊的心愿聊一聊啊 你能够安安静静地 心愿已聊地 满足地离开 也对生者是一个安慰 希望每一个人都没有遗憾地走 朱丽静的过世 也让许多演艺圈的好友相当不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